我要是出手的话 还伤了你的性命 赶紧走呐 金谷出入就以为得到成仙了 你还真是可笑 臭小子 你不知好歹 老苏今天就让你他妈出去 老公 你没事 我来好好教教林师傅什么叫入境 大言不谈 他 爸 听着点 岳父 你是缘故祸手 缘故 八拳绣腿罢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这里是我跟依然的家 下次如果再让我在这见到你们 断他就不是胳膊 导演 你得出来管管了 你看兄弟们都怎么样了 废物东西 什么样的BSR都能给你下成这样 导演你教训的对 这不请你来出山了吗 放心吧 只要有苏家在 在上京他就翻不了天 对对对那是 可惜了他那个媳妇又 没给苏绍弄到说真是可惜 飞彪啊 我听说啊 你的KTV又来了一批新人 哦 明白 马上单牌 哎 马上哦 五年了 我第一次回到家里 感觉这一切 既末生 又熟悉 一切都会过去的 这个家 只属于你和我 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儿 还是当是你拿给我的呢 可是我太笨了 总也养不好 不笨 我们家依然是上京第一财女 怎么会笨呢 我还等叶总重新登场呢 我还是什么叶总啊 我都已经把依然公司 给了妈和叶昆了 依然 相信我 我会把集团拿回来的 丑木 这房子我们已经让不出来了 你别能吞进尺 这公司早就转给我呢 叶昆 你真是个猪脑子 五年前你姐交给你的时候 依然前景大好 现在活生生让你搞成了这个样子 怎么干是我的事 跟你没关系 实相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没关系 抵押公司非法挪用 这事你妈不知道 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 要想不吃官司啊 就乖乖签这把公司还回来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丑木 别以为自己会儿功夫就了不起 我告诉你 公司是苏家就私的 苏家 你可惹不起 苏家又怎么样 还要让我重复第二遍吗 丑木 你不怕死吗 你签不签 呀 姐夫 干嘛生这么大气啊 消气消气 天天 你闭嘴 姐夫 你竟然快解回公司了 公司自然要交还给你们 只不过这里时间这么多 你得给我们时间准备准备吃 好 给你们三天时间 三天后 依然要证实 哪个依然集团 田天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个笨蛋 储慕明显有备而来 正面冲突肯定吃亏 咱们先拖她一下 接着苏家的手对付她 还得是我们家田田 足智多谋 就凭他们想拿走公司 想得美 老公 连我来这干什么呀 依然 我们都是要做叶总的人了 当然要好好打扮一下了 这几年是不是认识了好多漂亮女人 变得这么有嘴花舌的 我 一定是 我可要好好挑挑 会不然你该嫌弃我 叶依然 田天 你怎么在这 呸 都是你当年抢了老娘的风头 都以为你冰清玉洁高不可攀 赎金看来啊 也不过如此嘛 那是当然啊 我的上京大美女 当初给我塞纸条的 可都是打听你的 现在你干什么呢 检破烂应该挺忙的吧 还敢来这消费 田天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啊 我可没有你这种 检破烂的闺蜜 楚慕失踪了 你连饭都吃不上了吧 哈哈 大家快来看呐 这就是当初的 上京第一美女 现在呀 检破烂的叫花子了 你们谁手里有 止咳水瓶的 快来可怜可怜她 你不知道什么情况 别说了 我就说 怎么 还真当自己是小公主了 你呀 现在就是个屁 连屁都不是 谁 怎么 没听见依然叫你闭嘴吗 你什么人啊 楚 楚慕 你不是失踪了吗 不对 叶依然 你是不是找了一个 长得像楚慕的男人啊 还真是不甘寂寞 人长得差点没关系 要是嘴上还不流口的 你就把嘴封上吧 哼 敢在这儿打老娘 真是瞎了你的眼了 宝贝 怎么了 我 老公 就是他欺负我 是 臭小子 你是不是活够了 保安队 保安队 这会儿有个闹事给我上人 报告曹经理 保安队集结完毕 请指示 这小子在这儿给我闹事 给我收拾他 嘿 这哪个不怕死的呀 定了吗 给我好好招呼他 慢着 他们嘴贱在先 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 无法无天的是你们吧 再说了 我来这儿是来商场买东西的 这样 恐怕说不过去吧 算了算了 谭谭对不起 不过你以后别再乱说话了 哼 我们商场自然是服务顾客的 不过看你们这么寒酸 估计买不起吧 他一捡胖能买起什么 在这儿装呢 是不是怕了 对不起就完了 想走可没那么容易 就是 乖乖下跪认错 怎么办 小子 你今天要消费得起 他就让你走 就这个吧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您喜欢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别动 我们商场规定不买物碰 这枚戒指二百六十万 你买得起 刷卡 先生这卡能刷吗 别硬装了 什么卡呀 公交卡吗 算了吗 太贵了我们走吧 怕是没钱的公交卡啊 依然 要我说 精神不好就去医院 在这自取其辱 真是笑死人了 对了 是不是没钱去不起医院呢 两天别说了 我们这就走 想走 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 就是 我还以为什么人物呢 买不起啊 就别在这丢人了 小子 你要是买不起 就在这儿跪着给我爬出去 我既往不咎 否则 那我要是消费得起呢 你给我跪着爬出去呢 就你们这穷酸样 就你们这穷酸样 呵呵呵 你们要是能买得起啊 别说爬 吃屎都行 小姐刷卡 佳人年号 一共消费二百六十万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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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是自己跪 还是我请啊 这 这不可能 保安队 给我收拾 兄弟们 动手 你 你 喂 李总 什么 你是 李总的祖宗 什么祖宗啊 你个丢人的东西 什么人你就开始惹 你祖宗 我错了 下次能管好自己的嘴吗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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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 咱俩这么多年了 你这又是何必呢 能 当年你怀孕流产 妇科手术 哪次不是我陪的你 算了 我们走 你不说你是小姑娘吗 这么多年怀不上孩子 还说我岁数大 原来问题都出在你身上 我没有 我真没有 祖宗 祖宗 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 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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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凤囊 哎 没想到 整个商场都是你的 不过你手下的人倒是嚣张得很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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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敢这么说 他们是有眼不知太神 我这就说说他们 您没事吧 李凤囊 哎 听说你在上京很有实力啊 还行吧 在这一抹三分地儿 我还是有点名号 帮我办件事 事成之后绝对不会亏待你 祖宗 您别说是一件十件八件 我都可以 啊 怎么 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 只要祖宗您不晃 啊 我一定受办 这就下面 老公 这个李凤囤 脸皮可真厚 脸皮厚 吃个够 您多虑了 我们迅达集团的口碑 您还不放心吗 好 那这事儿 就一言为定 孙少 楚慕回来了 楚慕回来了 是 肥彪已经和他交过手了 看来他 和五年前不一样 不过是个废物罢了 我看他怎么翻天 吩咐叶坤和陈田田 我自有安排 好 鹏龙会12小队 第7队队长 云景参见龙帅 请来吧云景 谢龙帅 事情调查怎么样 我们已经清查了 迅达集团的所有产业 都很正常 不过他们旗下有一个暗会 正在进行秘密拍卖 涉嫌走私 暗会 看来这个苏家背后的秘密 还是很深呢 云景 属下在 继续调查 去吧 是 龙帅 咱们什么时候出手 不急 看看对方出什么招 陈田田 你来干什么 转让合同准备好了 哟 姐夫 怎么这么冷冰冰的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姐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看 费离啊费离啊 费离啊费离啊 虎木 你干什么 媳妇 怎么了 他 他趁着我回报公司警告 就想费离我 我 楚木 你这也太欺人太甚了 姐 这你都看着不管吗 老公 怎么回事 亦然 你相信我吗 我 我相信 但是 相信我就够了 叶宽 陈田田 你们这招也太拙劣了吧 你说什么呢 我一个小姑娘被你给 不情不主的 我不还了 别演媳妇 行了 别演了 看 监控都录下来了 依然 一会儿你就欣赏一下你弟媳妇的演技 你们两个马上从我家里出去 姐 出去 依然 以后对付她吗 可得找点心啊 如果晚点回来 你是不是就 哪有 依然 她怎么能跟我们家依然比呢 离婚 都准备好了吗 我的好姐夫 这公司 我也是想都交还给我姐的 可是人资方不乐意 我也没办法呀 苏家 不错 是苏家 姐夫你是有点本事 但苏家的实力 不是你能比喚的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什么也拿不走 妈 难道挪用公款也叫紫成副业吗 妈 这里面都是叶昏的犯罪证据 在这儿要是说不清楚 那咱们去寻方局 妈 挪不挪用 这是我们叶家的事 还轮摩到你一个外人来刀腿 老大的口气啊 依然集团 我们吃定了 谁这么大口气啊 哎哟我的好苏少 你可算来了 这家伙连您都不放在眼里 就是就是 真是放肆 苏少 家门不幸啊 还要劳您大驾 阿姨言重了 依然集团 也算是迅达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这件事我还是要管 你就是储慕 苏少旗 就是你逼娶依然的 哎 别这么说 当年可是叶家 求着我娶这个女人的 蛇鼠一窝吧 你们想拿回依然集团 不好意思 苏家 不答应 喂 什么 依然集团被收购了 什么 谁敢抢苏家的东西 对呀 不 你 这是 你 你 我